开车自驾旅游是件很惬意的事 但是有时候这车跳的不对 出门也会招来非议 前不久一辆陕西牌照的警车开到了云南某警区 最近经过调查这件事出结果了 警车所属的派出所所长被免职了 前不久有一个网站有人发帖说 一辆车牌号叫陕F1566的警车 出现在了云南的一个风景区 车上还坐着穿便装的一男一女 难道说这个汉中的警车开到了云南风景区来办案吗 对此有很多网友就怀疑说 有人这是在违规使用警车 这个帖子发出之后 汉中市有关部门立刻着手调查 确认这辆警车确实是属于 镇八县公安局的一个派出所 经过调查之后确认 当时开车的是延厂派出所的所长谭戴斌 而车上的女子是他的妻子 当时谭戴斌正在公休期间 于是违反了警车使用 违规携带自己的妻子 驾驶着派出所的车辆来到了云南度假 8月16号镇八县政法委做了一个决定 免去谭戴斌派出所所长的职务 给予他行政警告的处分 而且责令其本人承担驾驶警车期间 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而且还要开展一个专项的整治活动 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叫我说因为公车私用被免职 这个派出所所长纯属活该 身为一个警务人员 有组织无纪律的 哎呀开着警车去旅游 要是这个时候 当地辖区里发生大案要案 你准备让派出所民警 走着去办案呢 不要以为自己是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小头头 所里的一切资源就可以为你所用 警车跨省度假 所长被免职的结果再次证明 这只要是公车 做一个明显标志是很有必要的 方便群众监督 让公权私用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